最近這幾年 台灣有越來越多台季的漫画 也許是很拚 還有台季的告知 頂頂 在美國的休斯頓 台灣基本學校 還有人全港回來 到台灣 沒台季告知 要回到美國 休斯頓 台灣基本學校已經生立了四十年了 為了要讓在美國生外的 台灣人 台美人 鄉台 有機會 接觸到台灣文化 去頂頂頂的環境 因為很多豐富的庫庭 本來是學校 又全港邀請生代代文化的老鼠 還有台灣人 媽理協會 去這裡開台季見識客 老鼠在頭前跟小孩人知道 看起來很心情 這是在美國的休斯頓 台灣基本學校 自19半五年 生立到達已經要四十年 為了要讓在美國生外的台灣人 台美人後台 卻有接觸台灣文化 經驗頂頂頂的環境 有開很多都管理庫庭 北貴里士 學校正港邀請生代代文化的老鼠 和台灣肉麻糬協會 去開台季肉麻糬的現實客 國貴里士 學校正港邀請生代代文化的老鼠 台語教室越來越多管 多數都有發音疼疼 對他們來說 學生要學台語也怎麼來得方便 他也很開心看到這種改變 另外一回是 邀請去Houston的軍委文教書表示 建設科獨了跟北貴 為了如何讀書也說到本學術 另外因為科獨只有一天 他也會把順頂的台語教室介紹給Houston 台灣基本學校的書生知道 就是說先給他一個基本的概念 再來因為我們也有那個教室 我們教室也有開放 有順頂的教室也有書面的教室 因為我們還要打破那個教室 回家後再做一些學習 連關經委文也表示 這次學院懷舍有些是有幸福 要做台語老鼠的 他也希望透過這次機會 把海關台語輸出的經濟點下去 老鄉也有暗賞要開設定庫典 讓台語的未來越來越大大會 現在盧雄宿 鄭俊悠 台北鳳德